一手缔造真观之志的唐太宗李世民荣马一生 以军功立业登上帝王之位 在战场上他不仅善于寻求主动 更常于把握时机移上圣钩 如此在大唐的危急时刻力挽狂澜 持为一代名将 贞观三年 东突厥劫掖河西 太宗派出名将李靖 一举攻灭东突厥 扫除了这个长期威胁北方的敌人 贞观八年 突厥魂袭扰梁州 太宗命已经退休的李靖再次挂帅出征 攻灭突厥魂 贞观十三年 西域小国高昌自持有西突厥的支持 又远离大唐河西之地 肆意攻击大唐蜀国 为保障西域交通的安全 太宗命侯军集围交合道行军大总馆 攻灭高昌 平定西北边幻 致安息都护府留兵镇守 早在唐朝立国之前 朝鲜半岛上就形成了三个国家 分别是高国立 新罗 百计 三国互有攻伐 战乱不停 其中以高国立实力最强 并且两次打败隋阳帝的进攻 一直就是唐朝东北边境的潜在威胁 贞观十六年 高国立大臣冤盖苏文杀其王高建武 立高建武的侄子高藏为傀儡光 把持朝政 同年 百计攻占新罗四十余城 又与高国立联兵 企图断绝新罗和大唐的联系 次年 新罗向大唐求援 太宗前使劝冤盖苏文罢兵 但遭到拒绝 贞观十八年 为了遏制高国立的扩张势头 太宗决定出兵高国立 随准备御驾新征 太宗对隋阳帝远征高国立的战力进行分析 认为随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后勤不计负担太重 因此决定只出精兵十万 唐军攻入高国立境内 一路势如破绿 联合盖某 悲杀辽东 白岩等城 抵达安市城下 未解安市城之为 冤盖苏文派高岩寿 高慧珍 领军十五万前往救援 唐军总兵力为十万 除去攻占其他城市的部队外 抵达安市城的只有五万 在除去包围安市城的兵力外 能入于拦截高岩寿援军的只有三万 面对敌众魔寡的不利局势 泰东决定诱敌深入 射服机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hitting闧 转发 赞 刀月厂 反选来 奼期判 按赞 刀月厂 每个月 Jerr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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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